香港大学历年来培养出不少社会知名人士 而近年来,不少的香港社运领袖均是港大出身 包括早前被改判入狱的雨伞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周永康 按照管理,在每个新学年开始前,香港大学都会举行开学典礼 今年的开学礼上,港大学生会会长黄正德发言时主动提及周永康 以及因参与去年年初一旺角锦鸣冲突 被控参与非法暴动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琪 和前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 指他们同为港大校友,为香港未来无私奋斗,值得学习 他有勉励同学,我应该对错误的事视而不见 同时应该学习追求何为真理 否则,香港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将会消失 他有名言,从大陆维权律师被捕的情况,就可见中共政权是邪恶的 同时又说,在庆祝港大毕业生林郑义俄胜出特殊选举的同时 也希望学生记得多名来自港大的抗争者 自由澳洲电台特医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